我们今天请到的神秘嘉宾 要不先来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萌新刚 大家习惯叫我骷髅 我觉得对国内光宫有所了解的话 其实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名字 有很多朋友托我来问一些关于射准的秘密 就是今年三月份对吧 朱海应该是要看哪个赛制的记录 AC的话是之前是周册 周册的记录保持了五年 然后是去年22年的年末 在合肥的AC 然后我是先打破了他的记录 是677 然后今年的朱海 然后又打破了自己去年的记录 然后打了个678 但是因为那个计分的错误 然后作业会就搞成了679 然后给他们反应了 但是他们也一直没有改 所以实际上应该是678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裁判说多少分就多少分 但是对于你来说其实你会比较在意这个一分 对因为说实话 你从训练的时候最开始接触的时候 好像100环200环300环好像区别不大只是一个数字 但是当你真正的玩到后面你去用心的去提高自己的成绩 其实每一环对你的意义来说都是非常重大的 咱们打到后面都知道你真的到了一定的瓶颈 咱们别说你要提高一两环 就是这个东西就像立水行舟的 不进则退 对吧 每天拼命的训练 其实就是想稳定稳定再稳定 可能真的就是冲那么一两环 所以其实尤其是对于破纪录这个东西来说的话 其实还是蛮在意的 每年这么多比赛冠军很多很多金牌也很多很多 但是真正能够拿这个破纪录证书 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我比较在意 就是意义非常大 确实对于我们来说近黄就已经万岁了 没有 大家追求的都是近黄 只是说射箭 就是练的就是一个下线 大家平时都能打实对吧 但是你要怎么样能够把最差的那支剑也提高环数 这个才是关键对吧 有很多人他们会说就是单轮跟双轮 也就是36支剑或者72支剑 对你来说会有很大影响吗 或者说在状态上或者别的感觉 其实会 这个可能每一个射手他的身体素质 他的这个性格以及他训练的方式 以及日常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强度 那么都会让他形成一种固有思维吧 比如说我我可能每天会训练4到500件吧 大概平均下来 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是更擅长于持久战 那么我可能得打个打个几十件或者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状态调节到最完美的时候 那么剑王的赛制是36件 而且他在打比赛之前基本上也就只有两组左右的赛前练习 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我是不太友好的 就是我以往的比赛就从数据上分析的话 下半轮都会比上半轮高很多 所以说其实慢热一点 但有些选手的话就是他可能他的精力以及他的体力 在第一组的时候达到巅峰 那么他36件的话有可能就发挥的特别好 就是他是下滑的往下走 对 这个就和你日常的训练强度各方面这些东西肯定还是有关系 那但是你要说赛制这个东西咱们既然参加比赛对吧 那第一个你是要富有这个竞技精神 你也得尊重这个主委会和赛制 因为赛制是提前告诉你的 你觉得这个赛制你吐槽也好 你干嘛也好 你可以不来打 就不破 我的认为 那既然你来了 你就应该在这个规则之内去充分展示自己的实力 对吧 所有人都是一样 对 所以说首先第一个你就打的好与不好 这个赛制是不是适合你 那是你的问题 所以说我从来也不去抱怨这种赛制 就是我会认为这种赛制可能对我来说是另外一个挑战 如果这次我打的不好 我就会就是去加强 比如说在怎么样没有充分热身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提前的一些准备 比如说我这次知道了他这个只有两组赛前训练 那我是不是在赛前训练之前我可以早起一点热身通过其他的东西来做 而不是说一定要上场去实际上的射箭 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任何一种规则首先你得去尊重他 既然参加了 那我们说到训练 刚才透露的信息也就是每天四到五百件 一周七天休息吗 我是属于那种胜负欲望比较强的人 我从17年开始知道有射箭馆这么一个东西的存在以后 基本上到18年的时候就很痴迷于射箭了 然后公司里面的事什么的也不怎么拐 然后后面就这个其实也真的是得益于我媳妇的支持 然后从建管回家的路上在车上我就跟他说 我说他们这些大佬都能够打得这么好 那个时候特别崇拜周策这些 我觉得我也想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我想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 我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如果我拿不到全国冠军 那我就该做啥做啥 我就把射箭当成一个娱乐项目 当时我媳妇其实他挺尊重我意见 他跟我说他说 他说可以 他说但是毕竟是一个竞技体育 你这个只要你开心就可以 但是不要有那么强的胜负欲望 他说我怕你到时候会失望 因为全国冠军 在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心里面 那是高高在上的大神 不在一个层面 不在一个层面 就不在一个层面 不在一个世界可以这样说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当时就基本上把公司所有的事给交了 然后也把股份给退了 然后就专心的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事情当时疯狂到什么程度 我们那儿建管 然后早上不需要老板开门的 然后我自己有钥匙 然后打到晚上他们10点钟打烊 你们走吧 一会我来锁门 就这样每天 所以你要说有什么秘诀的话 其实付出 而且射箭这个东西 你问我一天 一周七天是不是每天都四五百箭 其实除非是有事 或者是我确实这一段时间 感觉有点疲惫了 想在家摆烂一下 否则的话就是你会很主动的想去干这个事情 就你今天摸不到自己的功力 是不是思考过这个动作 今天没有得到验证 你会觉得好像今天白活了 就这种感觉 所以说你才能发挥百分之一百二十 甚至更多的这种轮动性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秘诀 没有其他秘诀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他在接触初期都会特别特别狂热 替建管开门关门 这个其实在大家身边也不少见 但很多时候他们 就是他们没有达到的目标 他们很快会退烧 也就是没有他们 他们没有正向反馈 或者说你的成绩直接到巅峰 或者说也是跟正常普通的故事也一样 也是慢慢涨等级 慢慢上去 一定是慢慢涨等级 开始也说了 我是一个胜负欲很强的人 就这种胜负欲不是我要战胜别人 而是我战胜自己 那么原来我玩的剑管 它有一个打绑的机制 那个绑我到现在还记得C级射手 然后慢慢的是B级A级 然后S级3S级 然后它每一个工种 最后有一个特殊的称号 我还记得光弓36件330款 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但是它的称号是精灵射手 然后我就看着自己的名字 从最低级的那一格 把你名字打出来然后贴在上面 而那个榜单又在进剑馆的最显眼的一个位置 当然这一路的坎坷 确实也有什么都不懂 然后买器材被别人骗的 很多这种故事其实和每一个射手的成长历程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竞技运动 就是很多人可能不会想那么多 他们在玩的时候就觉得这东西好玩 我很热情 但是打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和打网游一样 你到了一个地步以后 你会觉得没有追求 我不知道我玩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对于我来说 射箭带给我的其实是我的每一场比赛 我觉得它都是一个没有办法被复制的珍贵的记忆 对于我个人来说它是宝藏 而且射箭这个东西它有一个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我这个说法 你年轻的时候你的体能绝对在巅峰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你在体能巅峰的时候 你的心态并不稳 那么当你真正心态稳的时候 可能你的体能又不再巅峰了 所以它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方式去追求你真正的巅峰机 就射箭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玩一辈子的东西 有一天我可能打不到很好的成绩了 没有办法去拿冠军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可能他给我的东西又不一样了 那个可能是别人无法领会 但是我事无珍宝的这么一个东西 不是说我一定要在赛场上 我一定要拿到冠军 其实你永远的敌人都是你自己 别人打的好不好没有关系 为什么每一个人在剑馆里面训练都能打石环 你要做的无非是在赛场上 能够再去把这个石环复制出来 对吧 而且一次又一次的 对一次又一次 对所以曾经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算是我射箭的领路人 叫孙桂远 他是打经济反曲的 当时我入坑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我们那一块的大神了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到现在都记得 他说射箭看似枯燥 一遍又一遍的去重复同一个动作 他说但是射箭真正的精髓就在于 一遍一遍把同样的动作做到极致 真的很有学问 射箭的快乐 反而需要射手自己去体会 它不是一种简单可以描述 而且它可能不像三大球 那些比较外放的东西 它是真正你投入进去 然后才能感受到的一种 不一样的一种幸福 对对对 因为之前看什么奥运会什么的 看射箭的时候 其实往往都会很快就跳台了 对现在无聊 相对无聊 没有什么观赏性比较低 但是当自己射箭以后 然后你再去看这个比赛 你会觉得你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对你走进了他的内心 对这个射手 他的撒放干不干脆 他的这个动作 你就可以判断出这一件 他是否能够在一个理想的环直 外行其实看热闹 可能都不一定热闹 对就是外行不热闹 但是内行特别特别的情感充沛 对对对对对 那是真的 特别是某些运动员他在一箭打完之后 他的那些表情你是完全可以体会得到他当时那种心情 对对对就和自己的这种打比赛的时候的状态就非常相似 你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就是我第一回参加AC 然后21年上海那一站 我在汽车县远远的那一头 那时候我只认识老周 只知道周策这个名字 那是光宫民宿嘛 对 光宫民宿 就像北极星一样指导着中国光宫往前走 然后就有一个人告诉我 他说蒙新刚也来了 蒙新刚也很厉害 在上海那场AC的比赛之前 我我只拿过一块金牌 就是成都的AC 但其实他们的说法相对于淘汰的结果 他们跟看中排位 其实打光宫的人不是很多 他毕竟不是一个非常主流的公众 这有一说一 但是那个时候 可能一下子他们就跳出来一个人 怎么这个人 新人 拿了冠军怎么怎么样 可能就会比较好奇一些 然后加上 就是我可能那个工上的配重嘛 就比较个性一点 所以大家对我的那个印象就深刻一点 就往往很多人派我的工 但不知道我长怎么样 对 这个也是要强调 大家以后不要光牌工 也记得跟大佬合一 包括周策之前跟我说 他说光工就是 你又不能用这个瞄准器 也不能用平衡感 也不能用响片 没有任何可以辅助 帮助你设准的这种配件 但是恰恰就这种 他可能增加了挑战 不完美 但是不完美 我们能不能通过人 去让他趋近于完美 对吧 我没有平衡感 没关系 我们可以让自己更稳 没有瞄准器 没关系 光工有指幅 咱们可以用箭头直瞄 没有响片 没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 去寻找更好的符合自己的靠位 以及我们的更好的基础架构 以及我们的发力的整个体系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挑战一下 挑战一下就是没有配件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人的参与感更多一些 当时不懂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很棒 对不对 然后这个很棒 就是无描胜有描 那种感觉 但后面发现还是天真的 你和经济安全的大佬比起来 那确实我们还是真的是很菜很菜的 而且光工现在我们打得再好 其实也只是窝里横 你要真正和国际的这些光工的大佬比起来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也是希望通过你这个节目 通过大家的努力 咱们真正能够把光工这个东西给推出去 那你是上来就打光工吗 就没有打过反曲什么的吗 没有 我是直接光工入门 很多时候可能跟一个建管的风格 然后那个时候刚入门的时候 大家都是美丽 那后面我开始发现 咱们打比赛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打的第一场 就是在昆明的剑王阵法赛 前八是有奖金的排位 我正好第九 那现在为什么变成前三只有奖金 那我就不清楚了 这个你得采访一下主办法 好我去问他们 然后就新年新月 这边有两年特别流行什么朋友圈 我明年的剑王 我一定要拿到第一名 结果疫情了 就没办了你知道吧 那么上一场海岚我也确实完成了 然后再翻出当年17年的flag 我又觉得 我当时有把自己感动 有把自己感动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 就是投其所好 有时候每个人他真的是必须要有自己的爱好 而且是这种爱好可以伴随和持续很久 并不是说一时的新鲜 那么尤其是孩子 其实射箭就对我自己来说 注意力的专注 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要的 我原来其实做事 或者是喜欢什么东西 是没有那种 偿性 对 我可能会很喜欢玩一个东西 但是可能也就几个月或者一年 就跟咱们打游戏 对不对 你哪个游戏 魔兽世界 对吧 你可以玩几年 但是你不可能玩十几年 对吧 服务器也不允许 他自己也受不了 对 自己也受不了 但是射箭不一样 就是你真正是有目的 有追求的 就在精神层面 你是给自己有定了一个小目标的 对吧 一个一个的小目标去完成 就这种感觉会让你真的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而且我觉得很多爱好者可能他们不明白 就是他们太狭隘的定义爱学习这个事情 就是光宫还不爱学习 射箭还不爱学习 其实你不是一个专业队 你不是一个正经体系或者这么一步一步来 对咱们只是爱好者 就是自己在摸索 不光是你要学 你要琢磨 你要思考 而且你还要具有一定的动手能力 而且还最要命的就是越懂越学 然后越觉得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就越多 对对对 我现在其实有时候我特别怀念 就是当年什么都不懂 然后拿着风格剑 对就出来打比赛那种状态 对 完全不去考虑什么剑能不能飞的直 完全不去考虑我这个声音是不是工档有 这个调效不对 完全也不去考虑我让这么多指幅 就在什么样的风向的情况下 对我会不会有影响 对 不懂 对 那个时候就无知而无畏 对 但是打得很开心 打得很开心 但后面去折腾条件 折腾 甚至于折腾工上的任何每一个螺丝 对 就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像一个装备打 然后反而就是没有那么能够沉得下心来去去去打动作 对 很多时候你怀疑器材 而不是而不会去怀疑自己 对吧 对 其实我觉得主导的还是自己对需要卖过这个过程 对卖过这个过程其实每个人应该都有啊 但是你在回想这个过程你会发现每一个过程都特别好玩 对 就每一个过程其实充满了回忆 就这种东西是真的是财富 就你可能你是一只小猫 你喜欢这个毛线团 但毛线团全有结 对 然后我们就是能耐下心的一个一个把这个结给打开 那就是这种快乐是可以体会得到 对 就是每一个结都是一个一份独特的这个快乐 那明天的比赛有什么期许吗 你要说期许的话那还是有点的 那个打完这场希望能击到18分 嗯 哦 剑王是有击分的吗 当然对 然后总决赛也在湖州 哦 11月份 就是他那个赛选表上应该是11月份 嗯 然后下一场在那个泰州9月份 北区和南区 每个工种的击分前8 嗯 然后可以打总决赛 嗯 所以总决赛应该是罪卷 哦 那个才是罪卷 就南北大战 华山论剑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鹿死鹿死谁手是真的是不可知 不可知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今年的总决赛 然后同时我们也祝愿全国的射手吧 都能找到 呃 我们每个人真正一开始喜欢射箭的那种快乐 对 坚持下去一定有收获的 任何事都这样 尤其是射箭 所以没有什么秘诀的 就是为首输尔 那我们今天也就到这样 感谢某星刚刚接受我们的拍访 啊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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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如果大家工友有问题 也希望你们可以详细的清楚的用文字表达在底下的留言 只要是我能够回答的 就是我能肯定的 呃 我一定会回复的 这个没有问题 是的 我们慢慢打造一个流畅 然后是可以大家好好交流的真正的一个射准的圈子跟氛围出来 整个圈子让它再大一些 再热闹一些 再把咱们的上限给提高一些 对 那今天我们就这样 就带大家收听 好 也谢谢骷髅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听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来 完了这条片子废了 哎 完了这条片子废了 哎 脑袋杀出来了 哈哈哈哈 你们来这转一把 我们来这转一把 对啊 来都来了是吧 来都来了 就是 必须得感受一下 来来 金哥早 好嘞 149牛逼 可以 这出来混要还的 对呀 打赢别人149迟早被别人149打